富里乡罗山大鱼池游弃区近年来有民众发现池水见底 由于从来没有出现池池干枯的情形引起地方议论 这是人为还是天灾所导致 经过众管处初步调查认为上个月23号大地震导致地底裂缝 使得池水慢慢流泻见底 目前正进一步寻求解决方法 富里乡罗山大鱼池游弃区风光明媚 还有泥火山世界级的地质景观 是游客民众踏青油漆的好地方 不过原本湖光绿水的大鱼池 现在却是干枯见底 究竟是人为排放还是其他因素 主管机关观光局花龙重管处给了答案 因为我们上次花莲山3月23号的这个强震 可能有造 因为当时的强震有上下垂直的这个加速度的运动 所以可能造成这个地的部分有裂缝 这个是我们请教专家可能初步判定的结果 那可能造成鱼池的底部有裂缝 所以造成水有一点流失 经过地质济事初步调查鉴定 上个月23号凌晨 台东长滨近海发生的6.6强震 导致了大鱼池池底出现裂缝 池水从中慢慢流泻往外渗透 直至近日 池水全部流光见底 横跨在池中的长桥以及观景凉亭设施 经花龙重管处检查结果 结构牢固安全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目前仍暂时封闭 那有关这个观景平台跟步道 等我们检修没有结构问题 安全问题的步换 我们就会开放给大家去通行 那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枯水期 水还没有充分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想下去 那这个比较危险 就要请大家避免这样子 处长郭振林指出 罗山油漆区大鱼池的水 飞当地主要的灌溉水源 除了制山防洪功能之外 最主要是以油漆景观为主 因此池水流泄见底 并不影响农田灌溉 另外由于当地为 黏土泥水地质 池底裂缝一时也难以找到 目前就先由一旁灌溉水浸 溢出来的水慢慢补充水量 再者为了安全起见 这段期间大鱼池也暂时封闭 不对外开放 记者是玉兰 副理采访报导